2020年的一开始可以说是充满期待的一年 当理查德布兰森旗下的商业太空旅行公司维珍银河 在2019年10月28号登陆纽交所 2020年便被赋予了令人无限遐想的色彩 该公司定线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商业首飞 送乘客登上太空 不过随后的几个月因为疫情的到来 一切都陡然生变 不仅商业太空旅行计划被推迟 布兰森旗下维珍集团的业务 更是受到了广泛的打击 而为了奋力救助旗下业务 布兰森不仅公开向英国政府求助 更抵押了自己的私人岛屿 并且抛售价值5亿美元的维珍银河的股份 以筹集资金 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统计显示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时 布兰森的个人财富 与今年年初的峰值水平相比 几乎减少了近30亿美元